有了孩子以后 然后这个人呢 为人也宽缓了很多 是的 所以他们现在有句话说 什么叫成熟啊 说有一个定义说成熟啊 就是慢慢心里有别人了 学会换位思考了 就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 体会他当下的时候的 那个心理状态 这个成熟有一个最大的标志 就是能承受委屈 就是成熟 你要一个人什么委屈都不承受 这个社会不是为你一个人设计的 皇上还委屈呢 过去那个雍正皇上刻一方印 叫维军男 就是我当一个皇上多难呀 到哪儿都干 那伊丽你算是严母还是慈母 我其实我刚刚做妈妈的时候 我是严母 后来我慢慢地就是 让自己一定要学习做慈母 尤其是第二个女儿出生以后 这有什么不同呢 特别大的不同 就是第一次当妈妈的时候 谁也不是天生会当妈妈 对吗 那你所有的这些育儿教育来源于哪里 就是来源于你的父母对你的方式 我们70后的小朋友长大 也是挨打长大的小时候 你都挨过打 当然棍棒底下出孝子 文化是文化 对我爸就说那个时候工作压力那么大 回到家里那个不听话什么就一上来就屁股啊 那个屁股上就就就开始挨揍了嘛 有时候打的鼻血都出来了 我猜你是不是那种小女孩我小时候见过一种啊 就是你打呀他男孩反而鬼哭狼嚎 有一种小女孩咬牙就打你打就这样你打 你不说错 你看这就是你的性格 就是宁然后在那也不哭出声就是流眼泪 流眼泪倔着个头 眼睛还盯着你看你知道吗 对对你就是那样的 你怎么知道 所以就把家长给气了了 对所以就是说我一直认为就是说 孩子要像我爸妈这么管教我 叫棍棒底下出孝子你知道吗 所以我女儿出生以后呢 我没有打过 但是呢我就是对她也是比较严格的 比如说一岁多的时候 她把一碗饭扣到自己脑袋上玩 那是喜剧演员 对然后我就必须让她把那个饭链 统统给我捡起来 然后她一边捡就一边哭 然后呢有一次就是说 捡得不干净 我就打了她两下小手 然后呢特别逗 就那个打完手 我那天就是还发了一个 微博还是朋友圈什么的 就是说就是就是说这个事 结果我老公知道了 打电话来就来说 你怎么可以打女儿 因为她小时候也是被爹妈走大的 你怎么可以当我的女儿 然后我就烦死了 我说就就打个小手心至于吗 我把电话挂了 然后她就接下来家里电话响了 打拿起电话她就哭 跟我爸说 爸好他要打我的女儿 然后我爸就乐了 我爸说你放心那是他亲女儿 他不会那个怎么样 好好好我替你看着他 我替你看着他 这现在是爸爸心软 是的因为他觉得什么呢 他觉得小时候挨得很多打 他不希望再对自己的孩子 再让他承受同样的这种痛苦 所以那个时候 我对我女儿是比较严格的 可是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 我突然发现两个 截然不同性格的小孩 就这个大女儿 是一个很容易认错的孩子 二女儿就是一个宁的要命 跟我一模一样的小孩 那什么大女儿是打出来的 不是不是不是 天生性格 天生性格 要不同的方式对待 可是就是说 这些道理 对于一个一岁多的小孩来说 太早了 他不懂 礼貌跟这是两码事 他拿那个饭扣到脑袋上 他是觉得好玩 你要搁到别的友人家里 会觉得这是 他好好玩 他有创造力 或者是他在跟 他在玩 拿饭在玩 但我们是觉得 你是在浪费粮食 对不对 所以就给他架 扣了一个帽子上 你说你在浪费粮食 所以你会打他的小手心 所以后来我其实挺后悔的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 我就觉得你 你就是那种从小父母 打得宁的就让他打 默默流泪的那种 默默流泪 我觉得你要说 从这个最年轻的时候 到比较不年轻的时候 就是有了孩子之后 你的这个变化 我有时候觉得 你可能是二十几岁的时候 表现出一种刚劲 但是呢 你也不要以为 你真的变了这个作劲 我觉得是有了孩子之后 你那个刚劲 变成了一种韧劲 你比如说我有例子 你好像 我原来看过一个 关于他的报道 就是他那个学表演的时候 说人家让你们 演个什么戏 演个什么戏 本来可能是吃了 二十块钱的面 最后给人骗了 要收两千块钱 那按照这个戏里边的要求 那俩女孩就应该哭了 她就不行 你当时怎么着 愣是哭不出来 然后呢就 导演骂也骂了 说也说了 就是哭不出来 后来就让那个化妆师 给我点甘油 你知道甘油 硝酸甘油点在眼睛里 多疼啊 不是智心梗的吗 多疼啊 我还是没有流眼泪 我就睁着眼睛在那 眼睛瞪着 然后眼睛憋得红红的 这剧本写的有问题 就是应该让马亦里 把老板打一顿 对 因为我当时就是这么说 我说我不信 干嘛要哭啊 我说她骗我们的钱 我干嘛不去报警 找警察 我去投诉这个老板 我干嘛要哭呢 哎 你讲 其实可以看出 她认这个脸 认死脸 其实不是作女的 她是一个有爷们气的人 就是她小时候的那个剧 跟大了之后的这种表现 跟她剧里边的那种人物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看这个气质 和其实作风 包括你后来的 我觉得这些经历 她是一个爷们气 比较利索的 比较要强的一个做法 而且你作不作 我经常是跟这个 你的组合有关系 如果对方是一个 需要你作的人 这个女孩她就会作 如果对方是一个 比你还作的一个人 这女方啊 她就不作了 她就可能就爷们儿 或者她就对不作 所以作有时候是灌出来的 是灌出来的 是条件反射出来的 就是她是有她的一种狠劲 我现在发现 就是说她那种狠劲啊 你看表现在就是说 就生了孩子以后啊 我有一次看过 你写的一个长微博呀 哎呦我就觉得 奶孩子的母亲 真是太值得尊敬了 就是说好像 全世界有好几十亿呢 就对啊 她不是她还演戏 问题是她还演戏 叫背奶演戏的 这么一奶妈 然后呢可能有的观众会觉得 哎你体型有一点点变化 她就讲 她说当时怎么挤奶 我的天哪 我觉得你那个简直惨绝人寰呢 没有 其实就是说 你想要把一件事做好 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我去年去贵州 去那个贫困的山区 你知道我进那个乡镇的医院啊 那做一排妈妈都是在喂奶啊 为什么她们都能做到 我们城市里的女性做不到呢 这是而且这是最天然的 哎不是这就是 你比如我要是你家里人呢 就是你为什么叫这个劲呢 就是也不是说多穷 对吧 你一般很多女的生的孩子 不就是专心在家带孩子 等孩子大了再工作再什么 你这个非要奶这个孩子 还要去演个主角 这几个月的这个拍戏 这不找最瘦吗 因为我觉得我能量够 就是我有这个能量来 把这两件事都完成好 我刚才在想 她说这个对孩子的教育 原来我也没想过这个事儿就是性格决定很多事情 你知道孩子 她说刚才打孩子手心两下 其实没有什么不可以 这叫惩戒的 惩戒很重要 一个人啊 一个孩子成长成一个性格完善的人 一个人走向社会能够在社会上有用很重要的是戒律告诉他的 引导没有用 戒律告诉你什么不能做 如果他很清楚哪个不能做 因为当时我儿子到英国去留学 十几岁就走了 初中一毕业走了 我就说 我说你出国没有人跟着你 那时候他出国 我是不允许家里有人陪着 陪着永远长不大 16岁就走了 我说就俩事你不能沾 其他的事我不管 第一 毒不能沾 第二 毒不能沾 这俩事我说沾上一辈子都不会愉快 其他的事 我们能说你连恋爱也不能谈 这事我也管不了 是吧 所以呢 儿子有这事你从来不担心 哎呀女儿不一样了 女儿也是我说的这两条 就今天社会这两条诱惑是非常大的 尤其这个这个吸毒啊 对 我这两天有一个报道就是那个吸笑气 你知道吗 对我知道 我看了半天那个报道 而且我发现那个东西是一个很普遍的商品 那谁都会尝试 尝试以后你想就恶果就出来了嘛 所以我说这个戒律很重要 你跟你自己有戒律吗 我是一个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强的人 我看也是 就是我 我是一个 我从小就这样 比如是我妈妈 我高中的时候 晚上有时候出去玩 跟妈妈说好十点钟到家 我一定九点半就会就到家了 我绝对不会卡着十点回来 然后我妈妈就说 因为你每次都提前回来 所以你每次说你要出去 我都让你走 如果你下一次是 你有一次是晚过十点的 我反而就 我可能下次会不信任你 所以我从小都知道 这个自律非常重要 而且呢 你看就像你刚才说的这种 我就说他小时候 比较宁啊 比较宁不是认死理吗 其实呢 所谓你要说人的成熟 什么叫 就人就能不认这个死理 我最近啊 有一个体会 就是前两天呢 有一个老哥 就是你这岁数的 我这岁数都是大爷 爷爷 老哥是一科学家 你知道吗 这科学家啊 他这个思维啊 太讲究这个精确 然后呢 你想他这个岁数的人 跟我讲 他说最近我跟 好多年的老朋友啊 碰这么一件事啊 他说我成熟了 我说您就这么大岁数 说为什么成熟了呢 他说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事 就是这个朋友啊 去年呢 找他借过三次钱 是分期借的 那么加起来呢 他记得呢 是十六万 你明白吗 结果那天就说起 就是饭桌上 说起还钱的事呢 他那个朋友就说呀 该还你钱了 说是那个十五万 我明天就给你 他说 心里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他十六万 你看 这个地方他就说啊 他说我特别后悔 为什么他特别后悔 他就说他成熟了 他说我当时啊 马上我就说 哎 咱们俩可不要因为 这一万块钱 影响了咱们俩的朋友关系 我有可能记错 但是呢 我回家查查 我有底 要是呢 这个是我错了 那你就还我十五 这没 你不还我十五 也没 不还我十六 也没关系 他以为他这个话 交代的很好 我一听我说 你们俩这朋友做不下去 就是因为你这个应对 你就是 就是他就 他明为什么呢 他就说 他说我一辈子 不是说我不重视 友情或什么 他说我只是习惯 认死理 要把什么事情 都闹清楚 他说只要最后 闹清楚了 他到底借我是十五 还是十六 那他少还我一万 我一点都不在乎 但是我就跟他说啊 我说你干脆说明啊 问题在于 往往就是事情啊 不要闹清楚 我说你看 他少一万块钱那怎么办啊 马爷 你比如说 我如果我 我就会有这个反应 比如说我说 哎 人家还十五 我说你你还十六 你说哎 我接着十五 啊 你看我这脑子 我记错了 对对对对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那你也把别人 对啊 因为钱跟别的东西 因为本来我们就不准备 为了这一万块钱 弄朋友之间生出尴尬了 你这个是 所以我就认为 要是我反应快的话啊 马上就承认记错了 这是因为不值得嘛 可是为什么 你没有记错呀 是非不是这样 对啊 你看你看这俩宁头 你们这俩宁头 三个都是一样的 我不宁我也不是这态度 对啊 我有一个很婉转的方法说 但是比较反应快 比如你说啊 我是那十六 你是那十五 你说十五 如果我反应快 我说哎 不是十五 我记得十三吧 他们算算 一个五万 一个五万 一个六万 这不十六万吗 你得这么来 你明白吧 你先把自己往下降 往下降降到底 然后你就比较好说 因为这个不可能没有是非 而且没有是非 你会计 任何人都不会没有感觉 跟你财产没有关系 对不对 跟财产没有关系 我给你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事不能不明不白的 哎 你看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这钱借了 还了没还 过去就有 经常有这事 吸引那种小钱 借完了啊 现在人都拿钱 有时候也不当钱 你比如说 单出门 我说文桃 我没带钱 借二百 我也忘了 你也忘了 这都没事 可是过去这个事 你得说清楚 给农村妇女吵架的一大半 就是因为 借钱没还 借了我多少钱 借了我多少米 你还没还 你还了多少 最后他发展到喝药去 我得喝农药 以证我这话是对的 他觉得这个理比天还大 你看咱们 你说这咱关于成熟 咱就不一样了 可是你真的认为 你真的认为这是成熟吗 对 我认为 我倒一定 咱们明天都问他借钱 我要少还你一万 你就算当时成熟了 咽下去了 然后你 最好的结果 就是你这辈子纠结这事 你不跟别人说 不好的结果 就是你后面说 说买回顿那人 借钱少还一万 以后 我绕一圈听他告诉我了 那伊利你说 难道你们俩闺蜜 也就这么 算算 算清楚了 有一个人没面子了 你们以后的感情呢 我跟你说 我跟我的闺蜜之间 我们从来不借钱 你是绝根了 经不起考验吗 不是经不起考验 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上海人 就是从小我就知道 你 比如说你想买什么东西 你只做尽自己 能力范围之内的事 你有十块钱 你就买八块钱的东西 我绝对不会要买一个东西 为人家去借那个钱 除非你是借应急 比如说我今天就想 出门没带钱 或者是家里有人住院 我没带钱 你赶紧借过 我去付一个医药费 回头我还给你 没问题 但如果是一般情况下 不是这些救急的话 救穷绝对不救 就是说你 我跟我闺蜜之间 从来没有一分钱的来往 那出去喝个珍珠奶茶 谁买单 那没事 我买单 闺蜜买单 这都没事 这都是正常的人际交往 但是 涉及到这个一定量的这个 上海人跟北京人 或者跟北方人的区别 我觉得上海人在钱上 不会出问题 对 就是分得很清楚 可能借钱 也得一事两份写好了 写清楚 你就不会出家 我喝酒的时候说 那技差了 哪怕亲戚之前借钱 比如说周转买房子的时候 时间比较长 也会写清楚 然后按那个利息算一下 这就是为什么说 上海人说 人情味不太够的地方 但是它规则够 对啊 这点是上海 比较现代的地方 而且人家也不会回头说 你看我姐 但是我借他那么多钱 你看那房子 还是我借他那么多钱 当时借了那么多 其实人家把利息还给你了 你也啥都说不着 对吧 这也挺好的 我以为我成熟了 当你们一说 反而是幼稚了 采夫你觉得 就是说你二十几岁的时候和现在来讲 你觉得是成熟表现在哪儿 成熟 其实我比较了解男人的成熟方式 这女人的可能 你说说男的我也感兴趣 男人的成熟方式 他的一个标志是 就是理解自己的老爸了 就说你理解你的父亲了 这个就其实按合着经常会有异父情节 我自己的成熟的一个标志是 因为我小时候很沉默 内向 就是高中毕业到大学之后 从大一开始给我爸写信 基本上一个月能写两封讨伐 说你怎么教的我 这到大学之后都没有别人优秀 又不说话 又内向 你又不给我读书 然后你这样做的不对 那样做的不对 非常愤怒 就是一封一封一封写了半年 后来这个因为我爸是一个校长 小学校长 后来他们副校长跟我说 他说你爸每次收到你的信之后 就关着办公室的门啊 他办公室哭半价 他说他出来之后就自责 说我怎么没把我儿子 小时候那样培养啊 那样培养 他说他这办 我讨伐了半年之后 我突然间对我爸爸感觉大变 我说爸爸 我又写信 说你是我的这个 这叫什么 我说我从农村到城市 全靠你这个史实性的一脚 给我踢上了货车 要不然我在农村 跟我叔叔一样 我们就一个卖油条去了 我说我太理解你了 我说我找我以前的东西 他哭得更狠了 但是我从那以后就觉得 就是父子之间的和解 让我理解别人了 也理解我自己的局限性了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有力量 就是说一个人的心胸啊 是委屈称大的 这话有力量吧 对 你天天都哄着你 你那个心胸就越来越窄 只有难听话 委屈你了 这事儿 干了半天 一点好 没有落人家身上了 你慢慢心胸就会变得非常宽 我这心胸就这么宽的 你甚至有时候你觉得 你好像是在 你自己的这个单位里 你一言九鼎 你说话就算数 但是你一言心目中 有很多事情 我自己就验了 我现在验的事多了 说两件听听 不能说 不能说 所以说 我说这番话 他最能理解 特别理解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 成熟这个东西 有一个代表 就前两天我就跟我 我跟我先生说 我说你有没有发现 我现在出门 特别爱说对不起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错了 特别爱说这个 就是有时候不是你的错 我也脱口而出 就是大街上 有时候人家撞了我一下 我也说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习惯了已经 但是这个带来的什么呢 就是你自己不生气 人家撞了你一下 你还跟人说 不好意思 你当时就没有 一点都没有觉得 这人撞了我 他怎么不跟我道歉 没有这种感觉 然后就像 那个马老师说的 真的是 我觉得能承受委屈 你就有多大的 多大的心胸 这个会让你 很多事情会释然的 会释然的 我举个例子 前天我坐高铁来北京 我要去那个卫生间 卫生间门 门是虚掩着的 我就一推 一推门里面 有一男的 他里面 他砰就把门给 那个关上了 我心想 这门是锁也没坏 你干嘛不关着门 上厕所 完了 过了一会儿 他出来了 也好 他看了我一眼 就是那个大摇大摆的 就出去了 然后我就有一种 不祥的预感 我就进去 门推开一看 洗手池上 全部都是水 然后那个擦手指 全部都被揪出来 扔了一地 然后那边马桶没有冲 就是一地都是 很脏很脏的 狼急 我感觉是这个人 在里面恶作剧 是一个成年人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特别火 你知道吗 就是进不去那个厕所 然后我就退出来 看着那个人的背影 扬长而去 你知道吗 那个男的 然后我想了想 算了 这不就是你叫列车员来 也就是给你 稍微把那个厕所冲一下 你还能改变什么 然后我就 把他扔在地上的纸 把地上就这样擦了一擦 然后那个 帮他把那个码头冲掉 对 然后出来以后 我心里想 其实也没有什么 修行 修行 对 就是也没有什么 他说这个 我可以告诉你 那个男的 他不是恶作剧 那男的就 有点毛病 这也是一种委屈 这种委屈是一个 社会跟你没关 我凭什么 我这个 这个坐高铁 我买的票是 这个商务座 我是最好的环境中 我凭什么要做这个事呢 那你要做了 就是受委屈 受委屈就是修行 修行就把你心胸 撑关了 就这么个逻辑 对 过去这修佛的讲 叫忍辱波罗蜜 就是你能忍多大 辱 但这是不是有点怂呢 不是 我小时候看那个评书的时候 我其实后来 就是看评书 有人做个评比 说碰见愤怒的时候 你试的时候 你的脸色变成什么傻 说明你的武功 和秀为有多厉害 比如说张飞会变黑 什么关羽会变红 豆腐都会变白 会变白 或者真正的牛人是什么色都没有 什么动作也没有 面不改色 就是这个叫美林大事 有静气 特别安静的时候 你就觉得 哇塞 李循环出现了 这什么是 咔一定是武功最高的 修养最好的那个人 咔不用武功 打牌就能看出来 那个打牌啊 我不打牌啊 我看人打牌 一上牌 抓着人什么得意 能看着 有的人一抓一手 好牌都开始抓 这人打不了牌 打牌最怕那个面不改色 心不跳 抓一手牌 你永远不知道他抓什么 反正都在脸上 一抓那眉毛毛上一挑的 全完蛋 那有人就看见了 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 还真的跟经历有关 实际上是因为你遭的 这个窝心事啊 太多了 就是 我就是 所以我说我植物神经紊乱嘛 就是 我就是本来是个 特别架不住事的人 就是 一点小事 我会想半天啊 但是你看近些年 我也觉得我在走向成熟 就是 因为我后来发现了 人生就是倒霉啊 那不是 放错啊 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你 你会 后来你会觉得 第一开始 出现了一个问题 惊了汪当了 赶快去解决 这事怎么办 后来我发现 今天这个问题解决了吧 明天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然后 我就 我就终于明白这个道理 不断的出错 不断的这个 遇到事 不断的这个 这个遇到挫折 这是个常态 你这辈子就是 不断的这个 制造问题 然后等着办法来找你 对吧 而且就是 我觉得如果遇到问题 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 通常出了问题 你会指责是谁的错 是谁的错 其实这个非常浪费时间 而且会让你的情绪 越来越不能可控 后来你会发现 出了问题 先解决 为什么先解决是最有效的 是最节约时间的 尤其是在工作状态中 是谁的错 咱们解决完了 工作以后 这时候你的怒气 已经下去一半了 就是说你的情绪 不在了以后 你可以非常理智地 面对这个问题 那么你才找 出错的那个人 跟他说一下 你看下回不要这样 或者怎么样 因为你在当时 把那个人揪过来 说你就像那天 在卫生间 其实那个人走出来 离我没多远 我已经看见了 我就想 我要不要叫住他 其实你把他 这事这会儿拉过来 他死也不会承认的 你信不信 而且他可能说 就这样怎么了 我干嘛要帮你冲 对不对 他还说前面那人了 对这样 其实这样对他 但是你难道说 你现在就是上人了 就你有没有你忍不住的时候 有啊 当然有啊 那怎么办 那你还能克制住吗 有的时候你还是要发火的 还是要发一趟火的 就是你还是要找地方 去倒那个垃圾的 你怎么倒垃圾 有什么招 我倒垃圾啊 找闺蜜 对 其实是我有一帮闺蜜 就特别好 我们有一个群叫自剑群 剑就是言字旁的那个剑 就是我们经常定期的见面 然后聊各自 最近生活当中遇到的 不开心的事情 还有委屈 说出来 但是呢 我们有一点特别好 我们这几个人 都非常客观 但凡是你自己身上的错 朋友们一定说出来 这个事是你的错 对 所以非常好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就这三个女孩子 我这三个 我们这三个闺蜜 其实很多问题 就迎刃而解 有的时候你想不开 一点点事情 想不开的时候 为了那一口气 女朋友一说 哎呀 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我觉得你也有 怎么的 说完以后 还真是这么回事 你就不叫那个劲了 自尊心也不在那儿作祟了 然后就 问题就迎刃而解 然后你照着那闺蜜 给你指的那条 比如说 比如说 你就打个电话说 哎呀 什么什么 就直接说嘛 结果那个电话一打话 他就是你要的 结果就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一切问题 就迎刃而解 所以我觉得 就是这种方式 是一个特别好的 我倒垃圾的方式 我们就经常 见面倒垃圾 我们不是那种什么 互相越说 火气越大 给你拱火 不是这种 对你拥有什么